大家注意看 以后茄子买回来不要总是炖着吃了 像我这样换一种做法 酸甜酥脆特别好吃 做法比喝凉水还要简单 树上摘的大绿茄子 去顽皮之后切成滚刀块 加上清水投洗一遍 才会更好的挂上淀粉 撒上玉米淀粉 把茄子抓拌均匀 让每一块茄子都均匀地挂上淀粉 不知不觉已经分享了几百道家常菜 一直都没有收到您的小红星 上个视频真的是太惨了 家里面还有三个儿子在养 今天就给点一个吧 拜托您了 油温六成热 把茄子全部下锅炸 全程中火去炸 大约需要五分钟 这个时候咱们来兑个料汁 碗中加上大半勺的白糖 大半勺九度的白醋 再加半勺生抽 老抽调个颜色 再加半勺精水 少许的精盐 把这个料汁搅匀 等着备用 把茄子给它炸得金黄酥脆了 捞出控油 锅里留点底油 葱花和蒜末给它爆下锅 然后把咱们兑好的料汁倒进去 大火给它熬至浓稠了 然后把茄子下锅 快速地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茄子 酸甜酥脆特别好吃 喜欢你也点个赞 收藏做起来吧